上班叫外賣又油又貴 吃得多你都悶啦 今集小提示就教大家幾個又快又好吃的料理 讓你下班回家都可以輕鬆煮來吃 還可以順便煮上班飯盒 省錢又健康 材料有豬肉片、大白菜、雞湯、蔥、鹽、黑胡椒粉 首先準備材料 菜葉盡量要完整一塊塊 然後醃豬肉片、加入鹽、黑胡椒粉調味 兩邊都要搽勻啦 然後將菜葉和豬肉片一層一層搭好 盡量用大小差不多的菜葉 沒那麼容易掉下來 每份切一半 然後就可以放入鍋裡 大至細地由鍋邊一層一層放到中間 把細塊的大白菜放在中間的位置 填滿整個鍋 然後倒入雞湯 雞湯不夠就加點水 蓋上蓋子 開火煮10分鐘 出爐 加點蔥花便更漂亮啦 材料有冬菇、椰菜、紅蘿蔔、銀絲米粉、鹽、芝麻油 首先要將冬菇浸軟 這裡有個小貼士 將冬菇放入微波爐丁 就可以快速變軟啦 浸了的冬菇切條 將細了的椰菜、紅蘿蔔切絲 想保留口感可以不用切太細 首先水滾放入麵餅 煮一分鐘弄散它 然後關火焗三分鐘 撈起它拿乾水分 平底鍋落油 放入紅蘿蔔絲和冬菇 炒一炒它 聞到冬菇香味就放入椰菜絲 拌勻所有材料 加少許鹽 再落米粉開始炒 加芝麻油和豉油增加香味 材料有洋蔥、肥牛、蒜頭、料酒、蠔油、豉油、糖、生粉 首先調好醬汁 洋蔥切絲備用 肥牛出一出水 加點料酒去腥 變色就可以撈起身備用 熱油之後 下蒜頭爆香 再加入洋蔥 炒出香味之後 下少許鹽 再下肥牛 炒幾下之後 倒入剛剛調好的醬汁 炒至變稠就可以出爐了